收到法院傳票通知開庭 有什麼需要注意的事情呢 歡迎來到刑事訴訟被害人篇 我們是司法小幫手 讓我們來幫你解答吧 讀懂法院傳票 刑事案件開庭時 法院會寄傳票傳喚被害人或家屬出庭陳述意見 而收到傳票後 有哪些要注意的事項呢 首先 這是開庭的法院以及承辦書記官的聯絡方式 在法院裡只要報上案號 法院人員就能夠查到你的案件 至於案由是指此次刑事訴訟案件的緣由 引導時間是指法院排定開始開庭的時間 要特別注意開庭的地點 包括地級法庭 以免開庭當天跑錯地方喔 承辦股別的股 是指分配法院受理案件的單位 其日種類是在預告開庭當天 預計會做的事情 最常見的是準備程序與審判程序 案件進入法院後 會先進行準備程序 此時將確認被告的答辯與是否認罪 以及申請調查證據等 而審判程序在準備程序結束之後 會擇日進行審理交互結問 並進入言辭辯論程序陳述意見 主法庭需要你配合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會註明在備註中 如果這個日期遇到不能出庭時該怎麼辦呢 若傳票上沒有註明請務必到庭 你可以電話詢問法院 是否可以改用書面提出意見 如果你同時也是告訴人 可以委託代理人出庭陳述意見 若法院要求希望本人出席 則必須親自到庭 如果有正當理由的話 可以提出證明請求法院准許改期 我擔心去出庭會不會洩漏個人資訊 放心喔 法院會注意被害人的隱私維護 也可以向法院申請在法庭上 用遮蔽設備 適當隔開被告或旁聽人 一個人出庭好可怕 可以找人陪我一起去嗎 當然可以 你可以找法定代理人 父母家人 信任的朋友 或社工輔導員陪同開庭喔 法院傳票也會附上相關的權益告知書 讓你了解訴訟的權益和程序 還有訴訟中 可以向法院和檢察官請求的事項 身心障礙的朋友 也可以請求法院協助喔 準備開庭 到了出庭當天 如果法院同意才遠距審理 請參考 法院遠距視訊開庭操作手冊 詳情可以掃描畫面左上方的QR Code 法庭是一個莊嚴的場所 如果親自到法院 請注意服裝儀容 表示你對自身權益的尊重 當天記得攜帶 傳票 身份證明文件 及傳票上指定要攜帶的文件 最好能提前到法院完成報到手續 預留找法庭的時間 並多利用大眾交通工具 如果是遠距審理 記得請提早上線 報到的方式有兩種 一種是人工報到 另一種是電子集中報到 完成報到後 來到指定的法庭外 等庭務員的點戶入席 如果時間還沒到 你可以在法庭外休息區等候 或是也可以進入前一場法庭 旁聽席等待 如果到了開庭的時間 法院還沒有點戶開庭 可能是前一個案子有一點拖延 就像去醫院看診 法院一天可能會排定好幾個庭期 請耐心等候 透過法院網站 及法庭外的易經螢幕 可以查詢前按開庭的進度 在進入法庭後 請保持肅靜並注意以態 開庭程序與權益 法庭內不可以私自錄音 錄影及拍照 接著我帶你來看法庭席位 最前方為法官席 法官席下方為書記官及通議 中間為應訊台 右側為檢察官 左側為被告及辯護人 證人及關係人 位於旁聽區前方等候應訊 開庭點護後 請進入法庭被害人席就座 想要發言時請舉手 請法官同意後再進行發言 案件審理時 你可以請檢察官 向法院申請保全與調查證據 確保證據不會滅屍 並讓法院查明證據真實性 開庭時 你可以向法院陳述自己的意見 在量刑協商過程中 可以向檢察官表示自己的意見 維護自身權益 如果被告因犯罪同時 需負民事責任時 在一二審中 你可以附帶提起民事訴訟 法院若以證人身份 傳喚你出庭作證 可請求法院提供日費和旅費 若不符判決結果 你可以請求檢察官 在收到判決書二十日內提起上訴 如果你與被告雙方都有意願 可以申請進行調解或修復式司法程序 法院將安排一副調解 或透過專業機構團體 將雙方一起坐下來對話交流 透過對方述說自己行為造成的後果 表達歉意並提出解決方案 讓你和家屬的心理和情感 得到安慰和平復 如果想及時知道開庭時間 與被告是否受押交保 你可以申請使用 被害人刑事訴訟資訊獲知平台 法院會主動以電子郵件告知訊息 被害人參與訴訟注意事項 如果案件符合特定罪名 你可以進一步申請訴訟參與 經法院准許後 你可以取得以下權利 可以選任律師作為你的代理人 協助自己參與案件訴訟 若你有原住民或中低收入戶身份 還能請法院免費指定律師代理 也可以請律師查閱案件卷宗和證據 並進行超路或翻拍 法院會通知開庭資訊 你可以自由選擇要不要來開庭 在準備程序中 可對程序如何進行提出自己的意見 在審判期日 可以對調查證據表示意見 那麼誰可以申請訴訟參與呢 由被害人提出申請就可以囉 如果因生病、死亡或無行為能力 而不能申請的話 可由法定代理人或家屬代為申請 想申請的人 掃一下QR Code 就能下載訴訟參與書帳參考 當法院一點都不困難 一起來守護你的權益吧 那些人 還會見到這個原因 先說明 我們有一個人